請教授 請教授 我們知道李豐醫師 曾經接受過這些應該有的 醫官 手術也好 化療 化療也好 後來他用傳統醫學 可不可以談討 剛才說的也是 術後的有關血管有沒有轉移 可是這方面可不可以再深入地談一談 西醫跟傳統醫學互相互相撫 謝謝 李豐醫師是我在台大醫學院的一個很敬仰的老師 他的護士的文章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事實上即使在我自己手上有一些病人 是在我的第一次身上的處理 而且是在幹癌的病人 我個人的看法 事實上我不排斥中醫或傳統醫學 只是我會比較建議 已經有傳統療效的西醫治療 包括手術治療 電燒酒精注射這些 已經確定療效的 我們可以儘量先接受標準治療 之後的保養追加補助的話 到時無法去參考中醫或傳統醫學的照顧 事實上我覺得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生物學是最重要的 你的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 你的免疫力重要 怎麼去提升你的免疫力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有辦法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很好的抽血 種種的指標可以去讓我們知道 我們怎麼去提升這個病的免疫力 所以在我個人看法 如果說我的病人想要去嘗試 這樣的傳統的治療 中醫、食尚服務 個人不反對 不過我是勸大家 太貴的偏方不要去嘗試 這個藥性藥物的種類來源 不是非常明顯 不是非常清楚的一定要嘗試 有時候反而會造成感染不難 只是說現在暫時還沒有說 所以還沒有非常多的傳統醫療的藥方 經過西方醫學的驗證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外界醫師 或是所有的醫師在做事情 我們都是看證據 看我們線上的結果來做事情 好的我們才建立一個病人 沒有好的結果 有時候我們會比較保留 那如果說未來的研究裡面 未來的研究裡面 有更多的我們的傳統的藥方 有經過西方醫學的研究正式有效 那時候我相信中西的結合會更好一點 那我現在是採取比較開放的太貴 所以說太貴了我們要去嘗試 可是如果不是太貴的藥方 不是對我們的體力種類有改善 我是不反對大家的嘗試 最後一位好不好 還有一位問題 沒有 我請問一下 我祖父大概二十幾年前 他大腸有長癌開刀手術以後 情況本來是影響 結果隔了兩天以後 竟然腹膜發炎就死掉了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腹膜發炎 應該不是腹膜發炎 應該是腹膜的種族轉移吧 主流轉移 是嗎 不曉得是我轉移或不同 最可能還是腿瘤轉移比較可能 會不會有腹膜炎 平常腹膜炎是說肚子裡面感染發炎的肚頭 應該不是那樣的嗎 大部分比較常見的是腹膜轉移 就是肚子裡面 大腸外面有腿的細胞跑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可能就是那個腫瘤在手術之前 他就已經跑到外面去了 今天沒有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下來也常常這樣子 可是在開刀當時 開刀之前的電腦轉移 我們沒辦法看到 所以大家會覺得是不是外貝 是沒有辦法開幹線的 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在診斷當時就已經在外面 開刀的時候就處理到原來的地方 有些比例的人在其他地方 會不會再長出來 其他人就不會 外貝是沒辦法去 所邊去開刀之前的電腦轉移 上來去做判斷 即使這麼少人 也沒有辦法 所以大腸海之後 開完那時候兩年 父母轉移 不是那麼少見 不是那麼少見 非常感謝我們精采的演員長 精采的鼓勵 主任要為了感謝陳主任 百忙之中令令部 今天升回幾個紀念品 也收費成很多人 謝謝 謝謝 請坐